曾英雄侄女發問,屁股決定腦袋家族的自暗時刻 潘多拉文件曝光,神秘中國富豪,用離岸公司收購棍旗 歐洲議會決議關切台灣學者,國際社會漁蒙初醒 林鄭聽明中共清零抗疫,歐企紛紛撤離香港 一帶一路血淚,因偷渡遭馬來西亞拘捕的五名中國人渴望返會 暴雨至山西路圍橋,塔數十村莊被沖毀,官方隱瞞相望 甘肅府送兩被公訴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士,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9日,下方是詳細內容 深陷債務危機的中國房企,花樣年掌託人鄭寶寶 10月7日發微博說,專業的事交給專業人,屁股決定腦袋的決策 交給屁股坐得罪定的那個,引來取測,鼻子靠山已經靠不住了 他說有意交出控制權 根據花樣年上半年的報告,截至6月3日為止 集團的總負債為129億美元,公司總市值僅32.3億元 花樣年發債多得驚人,擁有約47億美元的未上離岸和在岸債捐 10月4日,花樣年未能支付到期的票據本金2.057億美元 眾所周知,曾寶寶的父親曾慶懷 曾經是香港和大陸政商文藝圈子裡的風雲人物 曾寶寶的大白曾慶懷,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 花樣年風光不在,以及曾寶寶的鐵文 都被外界認為是曾慶懷家族在中共權鬥中寶寶潰敗 中國金融學家陳友誠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曾寶寶可能有意逐步放權,將自己持有的花樣年股份 讓被國企或公司合營。陳友誠分析說 他曾寶寶還說夠被屁股坐得最定的那個 明顯說明他的靠山好像已經靠不住了 現在只有習近平說在十九大、十八大後當權的利亞派 這樣他們的屁股和靠山才是最穩的 他說這些代言人只是中共權貴的白手套人物 現在看來全面折折敗退,也體現權力鬥爭 延伸到海外上市房企。陳友誠認為 習近平當局現在想要打擊的江澤民、李鵬、曾慶紅的這些家族勢力 重查經濟問題入手 最終的目的是將他們從政治影響力版圖徹底除掉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衛健行的讚稿人 黃友群也指出 現在習派與真派之間鬥爭激烈 習近平想在二十大實現三連任 曾慶紅則想在二十大前將習廣下台 黃友群表示 習近平整肅阿里巴巴、滴滴出行 恆大集團是因為這些大公司和曾慶紅等家族關係密切 各種跡象顯示 曾慶紅家族正面臨至暗時刻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自3日起陸續公佈了 名為潘多拉的調查文件 最新披露的文件顯示 中共利用其代理人或中國企業 借助離岸公司秘密收購海外的軍事技術企業 根據潘多拉文件中的紀錄 中國一晚撫庸王政利用其手中的順位集團 以及離岸公司北京天驕航空 收購烏克蘭馬達西奇公司 這個公司是烏克蘭唯一一家 專業生產飛機發動機的國防承包商 收購資金由中共最大的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提供 英國BBC報導說 中國國內媒體人士指出 王政能在國際上到處行騙 不過是充當了白手套 對他背後的大人物、媒體委幕如深 王政最早在北京窗屏經營一家洗浴中心 潘多拉文件也提供了近年來 中共國企設立離岸公司的規模線索 而中共利用這些空殼公司隱藏身份 正正收購海外資產 包括能源、自然資源和軍企 比如石油巨頭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 在2018年為收購敘利亞的一個幼田 而成立一家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 中信資本設立了莫力春天有閒公司 和魔幻海洋這類毫不相干凌清的離岸公司等等 有分析人士說 中共這樣做的目的 就是想要獲取國外先進的軍民兩用技術 這種舉動已經引起了美國和大部分發達國家的警惕 據路透社說 歐洲議會於10月6日經過全會表決 以550票贊成、83票反對、55票棄權、高票通過展望 歐盟、美國關係決議 決議強調歐盟必須和美國就保護中國少數民族人權、 降低南海、東海、香港和台灣海峽緊張情勢等議題 尋求共識和合作 決議同時指出 歐盟的印太戰略應強化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 新西蘭和台灣等美歐共同民主夥伴的關係 並強化歐盟和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夥伴關係和協調工作 降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明居正10月8日 接受本台記者採訪分析說 歐洲議會這份決議是對中共近兩年來不斷挑戰國際規則和秩序的回應 不過他並不認為這意味著 美歐聯手國際圍堵中共的態勢已經承認 明居正認為 川普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蓬佩奧曾明確提出區分中共和中國的概念 顯示川普政府明確意識到中共政權對世界的威脅 因此聯合盟友對抗北京 但現在的歐美國國對中共的認識依然有限 儘管尚未到天下為終的最後階段 但明居正教授還是提出 歐洲議會的決議顯示 歐洲意識到中共滲透甚至顛覆國際秩序的野心 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局勢轉折 代表法國、德國和西班牙等國企業的香港歐洲商會日前表示 香港多家歐洲公司正在考慮撤離 去其他國家重組業務 原因是香港在防疫政策上仍使用中共的清零戰略 而這使得許多公司舉報為奸 商會主席弗雷德里克·戈洛布6號對媒體表示 即使不是完全撤出香港 很多歐洲企業正在考慮至少將部分業務 重組到其他亞洲國家 目前從海外返港的居民 即使已經完全接種新冠疫苗 也必須在酒店進行21天的隔離 早在今年8月 香港歐洲商會就曾向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發出警告 嚴厲的防疫措施恐威脅到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 但是林鄭月娥僅在日前公開回應說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比那些幫助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地位的國際企業更重要 也比香港與全球旅遊業的聯繫更重要 據法港報導說 今年早點時候 香港美國商會發布一項調查顯示 有超過40%的美國企業都在考慮撤離香港 馬來西亞移民局10月6日決定 不起訴5名護照被僱主扣押 偷渡進入該國的中國工人 當事人家屬感恩現任律師 免費提供法律援助的人道情懷 提供協助的劉毅龍律師則表示 這些工人被剝削 從人道、人權的立場都應該保障他們 劉毅龍律師說給美國之音 疫情與中國工人的遭遇是他們被免於起訴的主要原因 馬來西亞政府決定不起訴後 5名中國人直接進入遣返中國的程序 這5名來自河南的中國工人 曾經在印尼一帶一路項目 江蘇德龍列業下屬公司工作 因不換僱主改變工期、黑扣工資而辭去工作 但僱主扣押他們的護照導致他們無法回國 9月18日,他們偷渡進入馬來西亞 希望通過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獲補法護照 然後飛回中國,但他們在入境時被馬國警方逮捕 連日來,華北多雨,使得旺河中下游,防潤形勢嚴峻 其中,山西大暴雨導致山力傾斜、河水氾濫、無數房屋被沖毀 龍海線鐵路運輸被迫中斷 據陸媒報導說,受強干預影響 其沿境內,昌原河水為上漲,洪水沖毀牢寄 昌原河大橋跨塔導致南童、蒲鐵路、昌原河大橋鐵路沿空 鐵路中斷運行 據說未造成人員傷亡 另外,山西清徐縣小武村的河水已經浸了整條村 從5日晚上裡,8個村幾一晚5,000多村民開始陸續轉移 搶險救援工作仍在進行中 太原、晉中、宜州、臨墳等數十個縣市持續降雨 導致鐵路和大橋跨塔、公路受損,災情也非常嚴重 臨墳蒲原村民田艷鳳7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透露 他所在的村莊,大部分房屋和水井被山泥沖毀 喝不到水也沒有人管,村裡的人向原政府、省政府扣助 但也沒有回應 晉中介休也受到大暴雨的影響 無數房屋被洪水和山泥沖毀 當地村民王先生透露,有兩處危防攤塔導致人員傷亡 但官方封鎖消息不給報導 中共最高檢察院官媒10月8日信息顯示 甘肅省委員常委、省政府員黨組副書記、副省長宋良被公訴 現年58歲的宋良是河北新習人 在內蒙古工作了32年 2017年3月跨省副甘肅工作 自從北京當局宣布 從2020年2月底開始對內蒙古倒查20年後 內蒙官場持續被清洗 分析說 中共反腐是權力鬥爭的具體體驗 內蒙風暴 最終或指向江澤民的代理人劉雲山 今天的新聞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那麼當日的節目發布時 你會在第一時間內收到我們的通知提醒 我們這個欄目還有其他粵語的內容 歡迎轉發 亦對我們最大的支持再見